深藍色上衣 左手拿著香菸跟麥克風的男子 就是陸軍五二公兵群指揮官林志翰 只見他右手握住一名黃色衣服女性中式的手 往自己身體方向拉 看起來想要靠近女方右側臉頰 後方就是牆壁 女性中式無處可退 只能尷尬地陪著笑臉 防衛性的宮崎後背保持距離 但林志翰似乎不死心 兩度貼近女性中式昨而講話 在過程中也全程緊握住 女性中式的手沒有放開 女方肢體動作看起來很僵硬 好像不敢推開 林志翰在離開之前 還試圖在女士官身上磨蹭 女性中式趕緊向左一閃 最後只有頭髮被碰到 但這一整段過程 全都被人錄了下來 五二公兵群指揮官林信上校 日前與部署在營外餐序 期間設有酒後行為適當 本部獲報後出查屬實 已將林源調離現職接受調查 後續依調查結果依反言懲 去年六月林志翰和下屬 就在台中市北屯區 這家餐廳的包廂內聚餐 陸軍時軍屯表示 一月初查案時發現自己案件 林志翰是陸軍官校 九十年班畢業 去年四月一號才接任 五二公兵群指揮官 沒想到不到三個月 言行就出狀況 就在林志翰大庭廣眾 強打女性中式肢體的同時 旁邊還有一位灰色衣服的男子 看到卻仿佛視若無睹 也沒有用言語或行動加以致志 檢討相關的原責任 本部已要求高階幹部 應謹言盛行 作為部署表率 以正剛計 軍方表示 女性中式到目前為止 並未提出性騷擾申訴 因此暫時以行為不當進行調查 只是五二公兵群 在去年中秋節 才被蔡總統表揚為基優單位 如今爆發這起事件 恐怕又將讓國軍形象 再度受到重創 我是新聞金剛成學 謝謝送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